中華文化講關帝 中華文化講關帝 剛才在節目前端 我們回顧之前十三集的一些重要精華 後半段也請了孔教學院常務副院長 柯耀華院長來跟我們分享 在孔教儒家十德當中 如何看到關羽的事跡 剛才講了忠 疑 信 智就是智慧 在關羽的人物上如何看到十德當中的智 在關公歷史上的名將身上 同樣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關公的智慧 不僅是體現戰場上的謀略 亦都是他對於人情世故 那個洞察和對人生哲理的理由 在戰場上關公善於運用智謀 他並不是一尾萬力拼殺 而是能夠審時盜勢 制定設實可行的戰術 好像關鍵戰役中 他能夠準確判斷敵我形勢 採取其責等策略 以最小的代價 取得最大的勝利 這種智慧相傳表現 是值得關公在三國演義歷史中 一種獨樹一色 關公善於結交英雄浩傑 與國老英雄相職在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 他都能夠動色人心 以誠相待 贏了廣泛的尊重和友誼 這種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智慧 得到關公在複雜分法的社會中 由孕又餘 關公忠誠於自己信仰和原則 威武不能錯其器 和利錄不能動其心 他深知人生意義的忠誠 信仰、勇、勇、智慧 這種品質不僅是 他贏了榮譽的尊重 他亦使得成為後世人心中的模範 即是有智慧 他不是純粹是好打得 又打得又打得又有智慧 進退有餘 即是懂得用不同的人際關係 包括他和曹操 他不是跟他反面 曹操是色彩 但是他又有忠義之心 始終是回去幫劉比打天下 很有智慧才能够處理 還有很有量度 不一定是當你仇人這樣做 現代人也要學習 同行不是敵國 同行更加要互相認識 大家互相抵賴 在關羽身上現代生活也能學習 現在實德當中還有一個人 人是人站在哪一個意義 在關羽的生涯生涯中 如何看到人這個表現 關公這個人愛之心 亦是人家敬仰的重要品質 人 即是人愛 慈悲 關公在他的一生中的所作所為 都充分展現了他這種精神 關公對待士兵和百姓充滿了人愛之心 他深知戰爭的殘酷 因此他對投降的將士 總是以禮相待 盡量減少無辜的傷害 在駐守經州時間 他亦都關心百姓的疾苦 努力地改善民生 使得當地百姓對他的感激不宜 這種對士兵和百姓的人愛之心 體現了關公深深的人民情懷 關公在戰場上 亦都展現了人愛的一面 亦都雖勇猛無比 但並非濫殺無辜之輩 在戰鬥中 他總是盡量避免無謂殺傷 力求以最少的代價取得勝利 這種戰場上的人愛精神 關公在敵我雙方都贏得尊重 關公的人愛 和體現了他的寬容大度 和亮度救 面對曾經在敵人和誤解自己的人 他都是以德道遠 人愛之心感化他們 這種寬容大度的品質 關公在人的心裏都樹立了崇高的形象 關公的人愛精神 不過是當時他們樹立了的榜樣 亦都激勵了後世人追求人愛 慈悲的美好品質 酸道愛的精神 是如道而教的根本相通的地方 孔教的基本教義是 人愛孔子華 人者愛人所愛之對象 是指一切的人 孔子的有教無類 就是愛一切人的體現 孔教是基於對人性、人情的了解 認為親情的愛 是一個人的愛心擴大到眾生的基礎 孔教如學 是從來不主張 將愛的對象限定於親人 孔子又說 親親人民愛物者 不老以及人之老 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幼不幼以及人之幼 孔陽明亦都認為 人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將愛的對象擴大到天地萬物 孔子華 我們最後還有一分多鐘時間 討論孔教如何在十德當中 在關於邦宇身上怎樣展現 這個比較重要 關公在歷史的洪流中 樹立不到 他的勇敢精神 避後人 代代傳眾 勇 即是勇敢 無謂 關公的一生都是用實際行動 关公的勇敢首先在战场上体现了他的手持青龙 越刀,伸骑尺兔马,冲锋陷阵,所向无敌 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强敌,关公都毫无巨息 敢于与之教高下,他的勇猛和武艺使得敌人民风丧胆 今天我们很感谢欧院长和我们美美到来,在关于身上的忠义信仁致勇 的展现,我们有机会再请空教学院和我们上来再聊天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下周两点